下午有点多 近百人在永安百货附近喊口号 又有人高举标语 要求内地尽快释放12个涉型偷渡被捕的港人 有人举起五一手势 防部警员冲前驱散 混乱间一个防火跌倒 警方再举蓝旗警告 旺角朗豪方外面也有近百人叫口号 反抗国安法 樊山国政局全力 出来逛街,我们要争取公义 他现在不断打压我们 我们不可以让他灭声 我们不可以因为害怕而不出来 我们不可以盲目自己的良知 法上停止以上的人为 警方警告说 他们喊的口号可能违反国安法 有折查至少两男两女 向他们发限聚令告票 有人就入了浪豪方 郭伯仁在不同楼层唱歌喊口号 到下午4点多 有人在亚佳老街西洋蔡南街交界 用杂物倒路,交通受阻 警员5分钟后到场清理 到近5点 大批人在西洋蔡南街聚集 警员到场驱赶 有人向他们扔水瓶和遮灯 警员随即发射胡椒球弹 但仍然有人继续扔杂物 大批警员到场增援 再折查在附近聚集的人 期间有人不惜闻到 警方又折查部分记者 警方一度举起指旗警告 警方再发射胡椒球弹 有当反要抹面 人群未有散去 警方之后再在石油街一带 拉起橙带 折查附近的人 由检查和登记部分记者的证件 有线电视记者 謝卿而报道 警方下午在众方街一带 折查人群期间 一辆970号森巴洗经附近 司机怀疑因为帮满被前面的车阻塞 向安之后被警员接停 司机被带下车超过一个小时 森巴职员到场 安排乘客转搭其他巴士 涉事司机最终被警员搭上警车 消息指警方以危险驾驶将他拘捕 森巴华正是了解事件